男人持久不上身的一种防尸技巧 对于男人来说都渴望自己在防尸中能够持久 但防尸都有一个度,过度就会上身了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在防尸中更加的持久 而且还不会上身的呢 第一点就是前戏如何做 我们都知道防尸大致分为前戏,重点,后戏三个部分 那么前戏的一个好坏为我们的一个性爱铺垫的一个基础 如果持续的时间太短的话 一般很难让女性获得一个高潮 不过呢,女性获得的高潮的一个途径它有很多 我们可以借助自己的一个双手 让她在前戏的时候获得一次四处高潮 而且在她酝酿第二次高潮的时候呢 突然给她一个货真价实的一个冲击 并送她上云端 时间把握好了就可以享受同步高潮的一种快乐 第二点呢就是利用分心降低一个敏感度 一心一意的投入到防尸当中 总会让我们对每一寸肌肤的一个感受特别的敏感 所以在防尸的时候分心可以适当的减少失处的一个刺激 这样呢,你一个持续时间啊又会更加的久 当然了,分心也是要讲技巧的 万万不可,边看电视边行事 也不可以呢,想着其他更加刺激的事情 例如防尸的时候啊,同时呢,幻想着某某性感女明星 这只会让你更快的达到一个高潮 你可以呢,想想工作,朋友间的一个事情 但是啊,不要太投入 要注意她的一个感受 以便调整自己的一个动作的一个频率还有力度 第三点就是换一个地方进行 同一个环境呢,会让我们渐渐的失去了一个新鲜感 所以在残眠过后呢,最好换一个地方 比如说客厅啊,沙发,浴室,厨房 因为新鲜的环境中绝对能够刺激起 你再度充斥的一种欲望 令你呢,更加的抬起头 当然了,以上是给大家介绍一关于技巧方面的东西 但如果你的体质不好的话呢 再有技巧也是白搭 在掌握技巧的时候呢 还要注意体质的一个锻炼 健康强健的一种体魄啊 是完美心爱的一种基础因素哦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经常啊 自己锻锻炼身体啊 保证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记得帮忙点击 订阅点赞加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咯